馬上追蹤今天地方新聞 今天熱浪來襲加州 相信大家都感覺到非常嚴熱 延南加多的地方出現了110度以上的高溫 以全球最熱的地區著名的死亡局 日前更加發生了最熱紀錄 由於全州範圍裡供電很緊張 州長劉森在昨天發言當中宣布 Flex Alert節約用電警示 呼籲市民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配合節約用電操作的同時 也要注意自身的健康安全 南加州偏向於沙漠氣候降雨很少 每年8月開始進入高溫季 節約用電警示對於南加州的居民來說並不陌生 但是今年的高溫伴隨著山火 以及持續蔓延的新冠疫情 高溫以及空氣污染的挑戰 對於南加州的居民來說更加艱難 加州空氣質量管理局表示 該地區的臭氧污染 可能達到1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今明兩天洛杉基縣最高溫度可以達到100度 明天開始氣溫或有所回落 截至本週末有望降至86度 但悶熱的天氣將持續最少10天 居民在高溫環境下要注意補充水分 減少暴曬時間以及與親友鄰居保持聯絡 瞭解彼此安全狀況 事實上 熱浪空氣在美國西岸蔓延 從西南部的阿里桑那州 一直延伸至西北部的華盛頓州 位於加州的死亡谷國家公園 近日高溫達到130度 或者打破全球最高的溫度紀錄 而加州在未來的3天 將面臨全州範圍內的供電短缺風險 為了避免電力供應中斷 當局在昨天下午4時 開始實行分區輪流停電 根據專家預測 加州可能有330萬戶被斷電 全州電力或將嚴重短缺4400兆瓦 不過幸運的是 好像尤斯密、羅蘭江和蒙市等華人聚居地區 目前並沒有出現大面積的停電現象 加州州長紐森在昨天的發言中呼籲 市民應該做出自己的努力 共同維護加州電力供應 紐森建議市民和商業者 在下午3點至10點這段時間 將空調溫度調至78度或者以上 並且利用晚間時段為室內降溫 以及關閉不必要的耗電設備 市民可以登陸Flex Alert的官方網站 查閱節約用電詳情 南加州的居民也可以登陸 南加州電力公司官網3w.sce.com 在電力管控地圖上查詢停電位置 和其他相關的訊息 天牛衛視編輯報導 在電力管控地圖上查詢3w.sce.com